好报道 来中国开粉丝见面会 就开启了直播跟粉丝互动 我说欧巴亚 你也太接地气了 你会不会困难的出现 在街角的咖啡街 而直播剧老手加乃亮 更是当起了主持人 给粉丝谋福利 要不要送给粉丝一个文 我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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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玩直播 欧巴好奇心还挺强 主动拿起手机 近距离与粉丝互动 不要淘气 不要淘气 来 看 我给你念一下 给你念一下 他们的评论 当然了 别以为只有男神爱直播 女神范冰冰在时装周的直播 也造成轰动 直播平台几乎瘫痪 大家都在冰冰爱你 冰冰再来一个飞吻吧 除了亲戒飞吻问号 范冰冰还拉近镜头 超近距离分享完美妆容 面对如此接地气的女神 粉丝们的赞美留言 简直刷满屏 直播最吸引人的 莫过于更贴近明星的生活 所以吧 陷入甜蜜爱情的冰冰 也不忘在直播室 跟大黑牛秀个恩爱 大家问李晨在哪儿 今天冰冰是 很苦 宝宝心里苦 在拍戏 在工作 而早已虐过我们一万遍的 黄晓明安置了baby夫妇 自然也不敢落后 您瞧 在baby的直播首秀中 好老公黄晓明就立刻变身吃汗 鼎力支持自家老婆 看他的直播 我还注册了一个账号 一直发baby我好喜欢你 他也不看我 他也看不到 你们听到了吗 而像王凯这样的爱美人士 这一本正经现场朗诵的画面嘛 恐怕也要圈粉无数了 这个世界有一点纷繁 何时才能变得简单 这个世界苦乐各占一半 如何平衡 鱼泽蒙场 电影